你比赛结束不到四十分钟了 你现在只有一块石头 你是不是疯了 那不一定是块石头 你好 你是张三吗 我是 我是彩虹公司郑总派来的 来看切割石头的情况 如果切割结果 如你所愿的话 我们会当场给你开局支票 谢谢你 你稍等一会儿 师傅 帮我忙 一会儿的 我先喝一杯 我再会给你帮我 音乐 都没有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剩五分钟 打散 我们走吧 请等一下 我想再切一刀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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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您 正三 谢谢 我想请个假 今天我儿子过生日 我去给他买件礼物 晚上八点还要评比 我知道的 我快去快回 别晚了 我知道 余经理 你通知傅大龙来我办公室 袁总 你突然找傅大龙干吗呀 有必要向你汇报吗 好 我知道了 进 袁总 老同学 有回指教啊 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心情 我 我是 激动 兴奋 还有点紧张 说实在的 我要闯过今天这一关呢 我就能进入三强 再不济呢 我也能在凤凰公司谋个职位 扣子就好 这衣服有点紧 坐吧 好 你认为你进了凤凰公司以后 能够胜任吗 能啊 当然能了 我认为你不能 我认为你不能 为什么呀 不是 连总 你是不是在给老同学一些心理暗示 比方说 先打击 再激励 就像你对三哥那样 三哥 张三 你认为你跟张三一样吗 你认为你跟张三一样吗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各有所长 机会均等嘛 我今天叫你来 是想给你看样东西 什么呀 看吧 有何感想 我 我 我那 那天 大龙 作为老同学 我想送你一句话 不管你能不能进入三强 也不管你能不能进入凤凰公司工作 但是做人做事 都要讲究原则 再见 我 还要买这双鞋 小朋友 你又来了 这回钱带够了吗 带够了一十五五吧 你好 你需要点什么 我买玩具 您先看看吧 你好 您这儿有没有那个周星驰演的 那个长江七号里面那个狗 这个 对对对 就是这个 现在卖得很好的 太好了 这多少钱 二十 二十 好 我看看 您看您能不能给打个折便宜点 这个价格就是最低了 我这是买给儿子做生日礼物的 是很低了这个价格 还有一块十五块 您看行不行 求求你吧 行啊 那有什么需要以后您再过来啊 祝您儿子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 我再给你找找 十六全在这儿了 好 有没有给您装一下 不用了 谢谢啊 慢走啊 有什么需要再过来 好啊 小亮 大哥 救我我大哥 等等等等 怎么样 怎么样 出什么事了 还偷我东西 我没偷我 没道理跑什么呀 我就是没偷 你还在眼里 看我打死你 大哥大哥 大哥 这位同志 有话 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别动手 小小年纪不学好啊 长三只手了 小亮 你有没有偷人东西 我没偷 要不要你 你搜 还准硬明明放你狗袋里了吗 怎么样 我说没偷吧 没偷你跑什么呀 这位同志 你刚才也搜了 她的确没有你要的东西 你说她是小偷 你也得有证据啊 我认识她的 她这是个小孩 我告诉你 再让我碰见你 我非把你手给剁了 你有没有偷人东西 我没偷 大哥你也不相信我啊 你没偷也跑什么 你跟那人长得像个奖礼的人嘛 要不是遇到了你 我的手真被她们给剁了 你说我不跑行吗我 行了行了 赶紧回家吧 我要接着去参加比赛呢 我知道你今天晚上参加比赛 我回去和妹妹 奶奶一起去给你加油 好 当心点啊 我是小偷 我说不分啊 我认识在乔野上 民主兵nahmen 我认识一个事 你都在乔野上 你也要有帮助 你一定会在乔野上 他去找我 我认识一个事 也会着情乔野上 你也要帮助 你那侦 вс 起 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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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